2019年是地方創生元年呆大学国立政治大学 22日与福星乡公所建立地方创生计划合作一项书 三方将共同向国家发展委员提案 福星乡地方创生计划 协助福星乡产业升级创造签名的工作机会 经过这一次的规划 能够引导一些年轻人能够回乡来创业 然后有一些企业来进驻 让我们的福星乡更繁荣 然后帮助我们的青龙 把他们所栽种的一些青龙的一些好东西 能够分享到各地 让各地知道我们福星乡有这么好的青龙 还有这么好的地方 非常感谢政大还有我们大学大学的帮忙 福星乡乡长蒋炎灯说 福星乡十年人口流失比例近百分之四 未来希望透过地方创生提案增进地方人口的成长 福岛在地农榆木特色产业的升级 建立福星品牌形象 行销福星特色农产品 支持青龙返乡创业 租入农村的生意军 这个地方创生的计创最主要是协助我们福星乡 来把这个走出去的这个年轻人 把他召回地方来 那这个帮地方呢 由于这个年轻人回到家乡以后呢 来把企业带动起来 因为过去呢 我们福星乡有五万多个人口 但是呢因为年轻人呢 因为这个人口老化 因为这个城镇的这个企业的失衡呢 造成了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减少 大学校长梁卓忠表示 这项计划定定了家具专区智慧升级 农云牧产智慧六集化 智慧福牢长照示范点 乡村优化智慧小旅行的执行目标与体验方向 让福星乡漫向智慧财富之乡